先看视频 东北粉耗子怎么吃才香呢 你得加点亮 开始 这东北粉耗子真有这么粗吗 看他的差评 我醋发美 不乱 没啥味道 买了二九九 倒手六包 送给秋雅一包 每一包的金刚链350克 这是原来自四川叫秃头少年的粉丝 爱的我测的 师兄会一直测粉丝们爱的我的产品 但你们在这个视频下爱的我 我真是绷不住了 这是给小妈和小狗吃的三人一栋肝 这小狗吃的小狗吃的小狗小狗小狗 还有个问我行不行啊细狗 气死我了 今天都别给我发骨头了 看见骨头就烦 精灵启事吃中午定 关注公民落选里面多谢 先看配料表 这个粗粉里面有马铃薯淀粉 木薯淀粉 饮用水和食用盐 它里面含有辣油包 调味麻油包和陈醋 保持七六十天产地辽宁沈阳 夺出发霉 它这个粉里面没有添加剂防粉机 如果遇到漏气或者高温的话 这个粉很容易变质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整体还不错啊 没有编织啊 祝不拦 它上面写着煮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么粗的粉 煮三五分钟能行吗 开水下粉 直接煮它个五分钟 它这个粉煮完后好像更粗了 外表变得半透明了 这粉应该可以了 捞出来撒上所有配料 OK啦 你说它跟耗子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叫它粉耗子呢 抹杀味道 尝尝 这个粉缩起来感觉很充实 它外表能挂口料汁 吃起来酸酸辣辣 还带点麻油味 它的口感不像土豆粉 是加酥白的铜铜铜铜铜 但是粉因为粗 所以里面不太入味 导致吃起来味道 偏淡 都可以评价